台中石缸热气球嘉年华今天进入最后一天 一早就有不少民众把握最后机会去体验搭乘热气球 加上遇到周末假日 一大早人车涌现 都快要把土牛运动公园给塞爆 而根据石缸公所的统计 这四天的游客人数预估总计会达到20万人次 一大早土牛运动公园的袍道上 挤满了来看热气球的民众 大家高举手机拍个不停 只要注意安全就可以 可以让小朋友跟他拍照 还有民众自备野餐店直接席地而坐 而一颗颗色彩缤纷的热气球 冉染升空 加热火焰喷出的红红声响 让现场游客们都好兴奋 因为不仅能近距离拍照 还能够亲自搭乘热气球 从高空体验不同感受 还蛮开心的 很漂亮 风景啊 山啊 你知道吗 有一点 有什么感觉 现在看他很漂亮的景色 第一次第一次 上面蛮漂亮的 台中石岗热气球嘉年华 去年因为疫情取消 今年扩大办理 还加码了音乐会烟火秀等 吸引满满人潮 而根据石岗公所统计 光是这四天的游客人数 预计能突破20万人次 而活动即将进入尾声 仍有不少民众把握最后一次机会 来一堵热气球的风采 街中部综合报道